錯誤政策 製造問題 關賴之家 拒絕騷擾 謝謝 天龍國官位好大 天龍國充滿歧視 天龍國官位好大 天龍國充滿歧視 我們接下來是不是請 關賴之家愛滋病收容 照顧有二十八九年的時間 那在十八年前 我開始關懷 一些在台灣落難的愛滋病人 以外的外勞 那很多的新移民婦女 外勞在台灣 他們遇到了生病 需要就醫 還有懷孕 需要生產的地方 帶了孩子 需要有個依靠的地方 有了官司 需要有人陪伴開庭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提供這樣的一個住所 跟各方面方法便便的協助 我們有社工 有工作人員 有護理師 全部投入來幫助愛滋病人以外 也幫助這些移工 及新移民婦女 及需要幫助的外國人 在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他不是很清楚的情況之下 他要求 每次開跨部會會議的時候 跨部會會議 他要求移民署 不可以再轉介個案給關愛之家 他覺得我們沒有合法立案 但是並不是這樣 我們還是一個有立案的民間機構 他覺得在文山護幼部 也不應該收容這些外籍的孩子 跟這些懷孕的護侶 但是他們把這些其他的移工 其他的男士收容人 都混在關愛家兒童部裡邊 然後就請公文 然後召開跨部會會議 叫移民署不得再安置個案給關愛之家 甚至於要把所有的外勞個案都移走 包括這個阿學 阿學帶著他的孩子 因為要打工 他是非法的 沒錯 但是每個外國人來到台灣 只是為了糊一口飯吃 他們沒有犯罪 他們沒有殺人換我 他們犯的罪就是為了要求一口飯 所以他帶著他來的時候是懷孕的 因為懷孕他在最後是被判五個月的有期徒刑 那五個月因為後來他孩子生下來了 他想要陪伴孩子 所以我們給他建議就是請檢察官 就是可以用分級付款 所以他分級付款以後 就繼續留在關愛之家五個月 因為家人親屬男朋友 就爸爸 孩子的爸爸也會付財華金 所以他就繼續留下來 但是他們一直要基隆專情隊 也把阿學給轉走 孩子給轉走 其實他們是剩下最後一個家可以安置 所以我想不需要這麼做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混淆了我們收容 除了婦幼以外 還有這些病人 他不可能在文山婦幼部 他還有很多的男子 是男的移工他們需要幫忙的 還有一些單身的婦女 他們不會住在文山婦幼部的 但是他們一竿子打倒我們所有的收容工作 新公文要他們一定把所有的外勞都轉回去 他們都帶走 然後又要他們限制他們 以後絕對不能安置這些在需要幫忙的這些外國人 這些移工 所以我想我們覺得這是非常嚴重的 你讓所有的外勢專情隊 或是各個外國人搜索 不敢安置個案到我們關愛之家之後 這些人往後去哪裡 副局長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您也認同說關愛之家所做的 這樣的一個人道的救援的工作嗎 那我想具體的了解說 接下來就是因為我們也不了解說 那為什麼之前召開這些協調會的時候 都沒有找關愛之家 然後就直接的由社會局單方面的來 跟各個部會來去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然後還有就是說接下來 如果社會局真的這麼重視這些兒哨的權益的話 你們具體的協助的作為會是什麼 是繼續請派出所去盤查嗎 還是是什麼 可不可以有具體的比較 對 我會想要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在台北市有這麼多的兒童 有這麼多的安置機構 那為什麼特別關注關愛之家 這會不會有選擇性的保護的這個問題 那是有任何具體的證據 讓您覺得需要採取這樣子的行動嗎 那這樣的行動 是不是已經違反了行政權序法 或是一些行政執行的一些相關的比例原則的一些規定 是不是可以請 好謝謝 剛才一再講 那麼社會局是從兒童福利的主管機關的角色出發 處理這個問題 那麼過去其實我們也做了斷斷續續不定期的做仿勢 去瞭解現場的狀況 那麼孩子增加到這麼多 那麼尤其是最近 那當然我們是收到非常多的檢舉的信函 包括內部的志工等等 那麼就是我們都在寫在我們給各位的新聞稿上面 也就是說人數增加了之後 那麼內部整個人的約束 行為的約束等等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麼對孩子的 對那麼多孩子在那個地方 那麼多人在那邊出入 那麼基本上就是一個非常值得擔心的問題 那麼具體的協助我們會 我們願意跟關愛之家在進一步詳細的討論 好因為事實上很多的服務 很多的合作是需要經過討論的 不是說社會局一定要怎麼樣做就怎麼樣做 那我們事實上是 我們是去關懷去訪市 那麼就是希望這樣的問題能夠黃為獨見 那麼我們不希望孩子在那個地方 收到不合理的對待 好我覺得這個是社會局必須要注意的事情